但全理委過正亮說他其實柯建民手上還有其他的黑料 會不會擔心說新竹的選情對你來講真的是緊繃 老實講我從來沒有想到說新竹會變成全國選戰的焦點 難道除了十二億秋昌以外還有其他什麼就不得人的事嗎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選舉打得有一點太離譜了 我跟你講喔 高庵安這個案子我覺得這樣啦 台灣的選舉就在高庵安這個案子我覺得打得太過分了 當年MG149你知道好歹他們還是用立法委員來攻擊嘛 現在我倒覺得民進黨就明目張膽直接使用公家的機關 不管是就直接部長啦或者是或者是說支撤費你知道 我倒覺得這個實在是選風敗壞 對 這打得太過分了 就從從從從那個研究所打到大學再打到高中 打到補習班再打到那個支撤費 再打到他的男朋友 第一個他一定會合法的規定 一定不會不合法 差一點啦喔 男女朋友的事為什麼我們要去管人家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超過一個文明國家文明社會該有的現象 我覺得是這樣啦喔 選戰打到去開始攻擊私領域 我覺得太過分了 我感覺這不是好的選風啦 坦白講 但全理委國正那樣說他其實柯健民手上還有其他的黑料 會不會擔心說新竹的選情對你那樣真的是緊繃 老實講齁我從來沒有想到說新竹會變成全國選戰的焦點 因為過去新竹市的選舉很少上這個全國選舉的版面嘛對不對 對對 過去都這樣 我也不曉得到到底新竹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為什麼這樣 就算難道除了十二億秋暢以外還有其他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選舉打得有一點太離譜了